Hello 大家好 很highly requested的就是新屋的tour 但不好意思是沒有的 因為自從設置了office之後 其實開始blogging的工作是正值的一部分 但我是想分開一點 就算我是一個很想很minimal的人 房子也會有雜物 這裏很乾淨 因為那些東西都去那裏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再在家裡拍 香港人你懂得 現在大家都拍片 你拍到這裏又撿那裏 我覺得很辛苦 但是我今天也是要拍一拍家 今天有個很特別的廁所tour 因為大家很多時候都會complain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買廣告 通常廣告我會在上面寫那個品牌的呈見 但首先你要明白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sponsored 但可能有些是再加了廣告 有contract 有一個完成的日期 有些真的送 PIR 究竟真的是blogger的廁所 鏡架 那些擺護膚品的地方 會自己用什麼呢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做了五六個 這些sponsored video 全部都是真的質量是好的 我們都會繼續努力 繼續去密釋一些好的product 真的跟客戶都溝通到 也不會強人所難逼我 我歌頂它的產品無極限 那些產品才會介紹給大家 亦都promise大家 有品牌贊助的 在title上加回品牌名 加回資料或產品有效提供 好了 我們開始今天的廁所tour 各位觀眾 這個就是一個廁所 好了 讓我基本的介紹一下我的廁所 先問我 是否跟你們說上廁所很不同 是否想著我會很 Hallokity玉簾 很粉紅 沒有的 因為這個廁所原裝的裝修 就是這麼成熟 所以我又覺得放一些很少女的東西 很不配 我唯一很少女的就是有 Jone alone的香枝 很搭我的環境 就是你會覺得 就算是買一個 LITTLE TWIN STAR的浴簾 也會很噁心 在這個廁所上 所以我最後都是 現在家私的簡單浴簾 接著 舒服的面巾 和一個少女浴帽 那就沒有了 其他東西 就很成熟了 因為它有雲石 有一個架可以放在護膚品的位置 第二個架就是在鏡子裡面 待會可以打開給大家看 那 最基本就是這樣 好了 逐筆介紹 這個是我的面巾 它是很舒服 和很柔軟的 即是面巾是何時都要有的 然後就有個 浴帽 還有這個是我射了面 待會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由於我 因為廁所 真的大家一眼看完 是沒有桌面的 那 所以我要買了一架小車 這個小車 我挺喜歡 因為它好像那些手術室 我很有 我很有我 老闆行的感覺 好像有些LAP的感覺 但它本身就很容易有些水跡 所以 唉 我應該是拍之前買一買 其實 那 它有一格格 我可以放電話 放眼鏡 那 眉鉗 我的眉鉗是超好用的 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 它前面是 很鋒利的 它一夾起來的時候 是夾得超實的 然後 可能也有一支香薰油 可能洗澡的時候會用 那 這個是一盒 四座麵來的 下面有Whisper的那個 我沒有廁所可以 我用的 放什麼都沒有所謂 好了 然後 進入 浴缸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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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這裡 我會有一支 shuimura的細妝油 那因為真的有時候 重妝 嚴重勁 要洗澡前射的那些 那我就會在這個時候 塗完shuimura的細妝油 然後就徹底洗澡 我知道這樣是不對的 但是也會有這個時候 有 我有很多水水的 這個是 就是 heels的 橄欖那系列的conditioner Thickening的 shampoo 茶樹油的 shampoo living proof volumizing shampoo 然後還有這個是 for colored hair的 shampoo 未完 還有Kevin Murphy 這個 shampoo 所以其實我真的很多 好了 然後 之前也跟大家介紹過這個 磨砂 也是非常之好的 那好了 最期待的畫面應該是這個 鏡櫃 是嗎 站遠一點點 那鏡櫃是這樣的 然後旁邊那個 就可以打開的 那 又有一支shampoo 我真的有多少頭髮呢 又有 因為其實有時候 是 東西送了來 你要試一下 那所以 覺得好 你又會繼續用 這樣 例如 living proof的產品 大家看到我會有很多 對 因為覺得好 你又會繼續用 然後 i cream 有這兩個 這個我就是 這個其實差不多用完了 那一個叫做 swiss perfection 的牌子 那 是很好的 那些東西是漂亮的 那所以呢 我就 就是 又是會用一下 那樣 都是pr送 但是都真的會用的東西 後 那 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其實我很多 believe 也是我是很 喜歡的 一個牌子 來的 那這個是個mask 這個是 你當爽膚水 這樣用 那 con con 之前都介紹過給大家 的了 好了 接著 就 因為很多都是 送來 然後我又試一下 這個都還沒用完 是舊包裝 然後 Kios 有很多 然後 前 我是很噁心的 在牙醫上拿著牙膏 那樣 就會 就是這樣 就是 你永遠都是 不會有一支 大的牙膏 那 這個結手液 是很香的 對 然後 就是這個棉 X 這個 這個棉 就是之前說過 可以在眼下 繞著眼 這樣 很舒服的面 那 介紹一下 我最愛的魚翅活動 那 南馬桶 馬桶做什麼 就不用說了 那 我最 歡喜的環節 就是 它都有一個電視 那它 其實 就是 Thru的相機 你看 就 蒙一點 現場看 其實清一點 而且其實 你的頭不是對著這邊的 所以 其實無非都是聽一下聲 那 這個是 一個 日後你叫我 說 就說不出 但當我真的用廁所的時候 我又生氣 嘻 流了東西沒說 就是我最喜歡的 電視 接著就說 卸妝的routine 那 我就會用這個 這個 竹纖維的 卸妝的紙 那 我就 以前用海綿的 不過現在不用了 因為那些海綿都很CAM 老老實實 其實呢 真的說到要卸妝 要Full Mask 其實我真的很不明白 那些 唉 Vlogger也好 model也好 你的頭褲好像我剛才那樣 但是你說 冷靚的說話 就說 真的 真的卸妝 你卸到吧 那些頭髮 那些頭髮 應該是這麼大的 但是 剛才要懶命 沒有辦法 那我呢 就會先下眼線 所以就會用 這些 眼面的 makeup remover 因為呢 我的 Mascara是 超難射的 MJ 所以呢 我通常都會敷一會 主力抹下眼字母 不要 不要這樣 整隻眼大力 擦 我又不是說很流行用 蓮花棒的 癡線 每天都化妝 每天 十個step 這樣下妝 你用這個 然後小小力抹下眼字母 算了 然後這隻眼也是 敷下去 下眼字母 那些也是 敷下去 然後 用很小力抹就算了 這個也是 就是 你感覺到是 只是在擦眼睫毛 不是大力在擦眼 就是眼的 那眼呢 就是那些 防水的 Mascara 和眼線呢 七七八八就可以了 因為你待會再用 makeup remover 然後 剛才射過眼的部分 你可以洗一洗 那你這個過完水 他就先拿開 我正常當然是對著鏡子做 但是我對著鏡子拍不到 那你拿你自己的remover 用開的 那因為呢 這個是最懶的做法 就是 這個是 你一塗下去 就開始溶 因為這個是 二合一 就是 卸妝油也是 它 起泡洗棉也是它 那 剛才因為這塊東西 是濕了少少的 嗯 那我就 當它是海綿 那 就 抹 其實就不用太大力了 那它現在又沾滿粉底了 它很噁心 那你就可以 嗯 又是 你看它 嘩 它洗出來的水是 很髒的 那你又可以洗乾淨它 那我這支呢 就是 二 in one 它下了 就已經起 我現在還沒洗臉 待會是洗臉 它就會 起泡 其實這張東西 洗乾淨就乾淨 而且它是很油膩的 那你又是 炸乾水 然後 浪了它 那你可以 用明天 那我自己最多 其實用兩圈 洗兩圈面 那 就 好過用 海綿或者毛巾 那你就過水了 那 那 其實沒有東西洗了 那 那 其實 原無意外 它還沒乾的 那 如果它乾的時候 你當它是毛巾 那就可以了 那 又不是 你真的 很認真地拿回毛巾 也可以 但是為什麼我都會用它呢 因為以前我是用海綿的 但是後來很多研究都說 那些海綿是假的 有毒的 不知道是什麼 是一塊膠來的 所以 所以 我都不用海綿了 那 那 這個呢 就是 下妝的routine 嗯 下妝之後呢 用的skin care 其實經常性都不同 那 就像剛才有說過的 可能會用 後的eye cream 後的美白 最近 可能都會用 少少少抗美濟酸 serum 所以其實 不定期的 根本skin care 就是有新的 就試一下 希望大家都喜歡今天的廁所tour和卸妝蠟營 小笑呀 小笑 上面有什麼看呀 頭很重嗎 小笑 小笑 上面有什麼看呀 外面有什麼看呀